自从新枪出来之后 好像就见不到其他喷子了 全都是用它吗 难道很强吗 修复也只比玩好少了一个侧边境 果断买它 一般只要不遇到六级 两个小宰杀的绝对够了 开窗玩笑呢 坑呢 枪托又不能用了 幸好没买高品质的 喷子打小怪很爽 地铁力也很厉害 我自然而然要过来了 等等 是有人在爬的声音 这也太黑了吧 这赛季的地铁最黑 它要是不发出声音 我绝对发现不了 太好了 没人进来呢 过来吃我一枪 正常在叫的时候 应该一枪就可以带走 最近光顾着扶贫了 自己的号一直没顾上 今天可得多赚点 感觉开窗没有直接打舒服呢 甚至连声音都不一样 出金条了 还没来人 真好 哎呀 这乌鸦嘴 高说完就来了 这就尴尬了 无处可逃 一直在管子里藏着 也不是个事啊 只要他不是六级 应该可以秒他 上 就是这么投铁 真有遇到个六级 这算运气好呢 还是不好呢 这把复古点还行 总算不那么远了 还是来地铁 将投铁进行到底 太可惜了 比他晚一步 他先进去了 后面又来一个 我太忙了 打到了吧 我知道你在哪 还不死啊 搞定 基本全靠蒙 这么多玩喷子的 上马那个老六也是 现在轮到你了 大兄弟 好家伙 正好坐榴弹上了 还是个六级 现在不追 更带何时 已经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了 打你只需一枪 哈 怎么这么坎坷呀 刚想说我要认真了 这把好好玩了 结果遇到这么个复活点 破关子破摔了 要遛就遛 看来运气不错 没遇到 今天我都认准辐射去了 非得拿下不可 哈 人体怎么从里面出来了 看来刚才发生了不少事啊 又一个喷子通行被解决了 直接进 管他呢 呀 什么情况 没浮现把 哇 这睡觉突然这么清晰了 这也太强了吧 又开始开箱子了 这把可不能出意外 新变卖物 终于被我开到了 感觉这个暴力挺敌啊 还行 出金条了 吸取杀马的教训 不开武器箱了 直接去图书馆 喷子打凝视膜就是爽 威力真大 还省子弹 好家伙 转运了 这把有点肥 箱子还没开玩具 听到枪声 来得正好 先去防顶 就在下面 很近了 不对 山头还有一个 这也行 要么就不来 一来就是俩 我不能暴露 让他俩慢慢打 我等着坐收 渔翁之地就行 下面这个还是六级 我仿佛已经看到 他爆红了 来了 脚步声 山头的人真是投铁 竟然就这么冲过来了 白送了呀 到我出马了 哎呀 不是吧 没站起来 好像我按的太快了 我裂开 这也能让他跑了 没事 还有机会 包还没舔呢 他不会走的 我就知道 好奇害死猫啊 老挖子 是猫猫的吧 想跑 好可惜啊 又差一点 他比我还投铁 还敢来 打残 不是吧 又跑 我裂开 逗我玩呢 这么一会儿流弹都给我逗没了 最后一发流弹的关键时刻再用 砍枪 这下才知道我是喷子了 更加肆无忌惮了 太远了 我更打不着 就算打着也没伤害 打到头了 也不知道能掉多少血 还敢来 哎呀 我服了 打他一万枪也不如他打我一枪 这谁受得了啊 哇 我发出了